你面前没给 不许走 十块的面前 前面给了呀 那是用我借给你的 一百块给的 那借的一百块 这不是给你了吗 你面前还没给 面前给你了 那是用我借给你的钱给的 这不是给你了吗 借给我的钱 就是我的钱呀 我们已经两清了 不对不对 我的钱是我的钱 你的钱是我给你的钱 所以 都是我的钱 是我的钱 我的钱 我的钱 我的钱阿姨 别吵了 怎么回事啊 事情是这样的 我今天过来吃面 但是忘了带钱和手机 可是我一会儿 还要买东西 所以我找你妈妈 借了一百块钱 说等我回家后 再过来还钱 你妈妈 先借给我了一百块 然后我用一百块 给了十块的面前 她找给我九十后 我就走了 然后现在 我又回来 还了一百块钱 事情就是这样的 我没欠钱呀 不对 你还有十块的面前没给 你数学是真的差呀 我可是大学本科 数学怎么可能差 我给你算 面前是十块吧 我又借给你了一百块 对吧 然后 我又找给你了九十块 加起来 就是两百块 你只还了一百 那你其实 还欠我一百才 数学天才呀 我儿子 才是数学天才 儿子 你来告诉他 是不是他算错了 妈妈 其实阿姨算的 才是对的 坏小道 你糊涂了吧 妈妈 我给你算一边吧 假设一根棍子 等于十块钱 这个是妈妈的一百块 阿姨没带钱 所以找妈妈 借了一百块 然后阿姨 用一百块 给了面前 然后妈妈 找了九十 给阿姨 这十块 是怎么冒出来的 然后阿姨回家 拿了一百块出来 还给了妈妈你 现在妈妈 你是不是有了 一百一十块 借的钱和面前 都回来了呀 好 好像还真是哈 我就说我 没欠钱嘛 不好意思哈 是我算错了 没事 下次别再算错了 妈妈 我可是给你上了一节 数学补习课哟 补课费呢 就讲了几分钟 就想要钱 不给妈妈 你这数学水平 还得多补几解课呢 天 今天真是意外而已 不学好数学 开店会赔钱 不学好数学 开店会赔钱 不学好数学 开店会赔钱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 我给你补习费好吧 结果这一百块 还是不属于我